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选文会的数据 截至下午三点 投票率达百分之五十八 国国今天新增八十二企确诊病例 其中有七十九企病例是本土感染病例 昨天警方一共逮捕了一百一十五个违反复苏式行管令的人 另外也逮捕了六十七个非法入境者 新闻一开始来跟进沙巴州选举的消息 这次的投票率明显比上一届选举有下降的趋势 截至下午三点 投票率只是达百分之五十八 另外沙巴一名国阵候选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另外所有从九月二十七号到十月十号期间 离开沙巴州的人都要戴手环接受检测和隔离 直到结果出炉为止 今天大部分的沙巴地区阳光普照 男女老少都纷纷出来旅行他们的公民总论 投下手上宝贵礼票 这一次沙巴选举是在新常态之下进行 从疫情恐惧包括斗湖 仙本纳 拿赌及古纳的选民 在进入投票中心之前 都需要另外填写电子健康申报表 继续到亚币盛新国小观察投票中心时发现 工作人员也在入口处提供口罩和消毒洗手片 证明如果被发现有发烧 咳嗽等症状 医护人员将会为他们做进一步的检查 而如果健康状况没有问题 他们将会在特别的投票渠道进行投票 除了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现场还有卫生部人员和警员助手 以确保在场的人都有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工作人员也展现人间问情 为老年人和残疾人士提供椅子和轮衣 甚至还有些为老年人推轮衣 让他们顺利投票 而在王马果 一名妇女因为在长时间等候戴口罩的情况下 而晕倒 选民表示 他们这次虽然似乎冒着风险投票 但认为选未来的领袖是个重要的任务 他们希望接下来执政沙发的政府 可以为这个州属带来和平和稳定的经济 我们又选出我们新的州政府跟新的首次部长来执行 这个州政府他们的这个职责 他们的责任来带领我们沙发过这个稳定过经济 这个产生了一个什么州 是啦 他们有些讲 哎呀 这样老了不要不要了 我们讲去啦 不怕的啦 戴口罩啊 我们那边有洗手这样啦 各政党的候选人今天也到投票站投下他们手中的票 他们在投票站的出现也引起了选民的注意 这也成为了他们核选民打招呼的机会 这一届的选举共有447人 在73个选区上阵 比上一届州选举多了195人 本届的州选举 每个地方都出现多角站 最少三角站 最多十一角站 另外 沙发今天也传出 比达市州一席国阵候选人苏菲安·阿杜卡林 确诊染上新冠肺炎 他今天在脸书上选民 工作人员 亲朋气友道歉 他早前曾经和已经确诊染病的 巫统宣传主任沙瑞接触 沙发人民今天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结果将会是怎样 其实将会对我国接下来的证据 翻演了重要的角色 社会目前正在积极地进行算票工作 预料在今晚十点公布成绩 我们一起等待 RTM拉斯达 沙发州选举采访报道 五国今天新增82起确诊病例 其中有79起病例是本土感染病例 另外今天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死亡人数维持在133人 卫生部指出 82名确诊患者当中 有64起来自沙巴州 1起来自沙拉越 以及1起来自纳敏 西马方面有6起来自吉隆坡 三起来自森美兰 雪兰娥两起 登家楼两起 马六甲 柔佛 彭亨 各一起 今天我国有89个人康复出院 累计康复人数达9785个人 目前我国的活跃病例 一共有851起 其中有8名患者在加护病房 4个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柔佛州警方昨天晚上 上到新山一带的两家娱乐场所 突击检查 发现有246名男女 没有遵守复苏式行管令 因此每人开出1000令吉罚单 其中一名未成年男子 妙夜检验对毒品呈阳性反应 遭到扣查 另外一名新加坡男子 也因为无法出示护照而被捕 柔佛州总警长达德安康指出 警方是在昨天晚上10点左右 对两家位于新山的娱乐场所 展开突击搜查 结果发现有246名 年龄介于15岁到63岁的男女 无视复苏式行管令 因此对他们开出法单 他透露 警方在行动中也逮捕了几个人 其中包括一名 年仅17岁的未成年华裔男子 这名青少年 因为尿液检验对毒品呈阳性 因此被扣查 另一名被逮捕的 63岁新加坡籍男子 则是因为没能出示护照 此外还有11名 年龄介于18岁到36岁的外籍男女 因为预期逗留我国 所以同样被警方逮捕 警方分别援引1952年 危险毒品法令 第15条第一款第一项 1959-1963移民法令 第6条第一款第三项 和第15条第一款第三项 以及2020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条例 展开调查 国防部高级部长 Darshi Ismail Sabri透露 昨天警方一共逮捕了 115个违反复苏式行管令的人 另外也逮捕了67个非法入境者 并充攻两艘快艇和五辆交通工具 Ismail Sabri发文告指出 警方在昨天一共展开 53,695次检查行动 115个落网的人当中 有4个人被警方延扣 其他人都是接获罚单 其中包括35个人没有保持距离 31个人违反强化行管令措施 26个人违规出门 17个商家没有提供访客记录 5个人非法营业 以及1个人没有戴口罩 另外在警方转开的堡垒行动中 警方一共逮捕67个非法入境的人 并充攻两艘快艇和五辆交通工具 在撤侨方面 从7月24号到昨天为止 一共有35,116个人回国 其中有103个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另外有7,903个人还在隔离 其余的人获准回家 吉打州割打市打县 大部分地区在昨天已经结束 加强行管令 但是吉打州大臣 往往三东西提醒民众 不要掉以轻心 在疫情还没有稳定之前 依然要严格遵守防疫指南 预防再次爆发社区感染 我们要继续为了 我们要继续为了 姆阿玛桑主席表示 该州目前只剩下 十乌郎霹雳人民组屋 会延续落实加强行管令 当局会继续提供 该区居民各方面的援助 确保居民生活不受影响 他指出 所有的物资将会集中送到福利局 之后再由民防部队 亲自送给当地居民 与此同时 欢迎社会大众以及非政府组织 提供各方面的物资 协助减少疫区居民的负担 基于该区依然属于高风险地区 国防部高级部长 德德瑞伊斯曼萨比 昨天宣布 延长实施加强行管令 直到十月七号 并从九月二十六号开始 关闭旧双西古洛国小 直到十月九号 预防病毒扩散 吉打州危机准备 及应对中心透露 在当地发生疫情反弹期间 当局每天接获大约 一百五十通电话寻求协助 当中以割打市打县的民众居多 凸显了国人对疫情的担忧 和高度重视 吉打卫生局流行病学官员 苏尼大表示 割打市打县爆发感染群后 寻求帮助的民众也随之变多 中心的运作时间是从早上七点三十分 直到晚上十点三十分 他补充所有的对话内容 当局不会随意向他人透露 触请民众不要担心 由于沙巴州的疫情反复不定 通讯级多媒体部长达德塞福定表示 为了确保疫情不会扩散 所有在沙巴州选举中职群的媒体和职员 在返回西马之后 必须强制性接受病毒检测 塞福定表示 为了应对沙巴州选举 通讯级多媒体部已经指示 西马半岛的广播和新闻领域的工作人员 到沙巴州支援当地的同僚 尽管卫生部至今还没有强制 从沙巴回来的工作人员要接受检测 不过通讯级多媒体部 必须要做好防范措施 他也提醒计划在沙巴拍摄的娱乐制作公司 必须要采取严谨的防疫措施 并遵守卫生部和国家安全理事会 所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 如果拍摄地点涉及疫情红区 他则建议转延拍摄或者更改地点 他们的手工食品不断改良 精益求精 建立的每一步都是汗水与坚持 今年的中秋 吃着月饼的同时 也别忘了用味蕾去感受手做人的用心 今天早上在登家楼龙运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一辆载有四个人的轿车在行驶途中 怀疑经位轮胎打滑而撞向电线杆 导致一名孟加拉吉男子当场死亡 由于另外三人目前下落不明 因此警方还在追查他们的下落 龙运县景区主任巴哈罗丁阿布拉表示 这起车祸是在今天早上大约八点左右发生 根据初步调查 招货的轿车是从班达布吉巴西开往马木镇 不料车子在拐路对面车道时 因为轮子打滑 失控撞上路边的电线杆 马木镇消防与救援队前往现场时 发现坐在副驾驶座的孟加拉吉男子已经死亡 而驾驶司机和另外两名受伤的友人 则是在车祸发生后不见踪影 巴罗丁表示 警方在接到投报后 立即追踪和调查另外三人的下落 这起案件将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41条第一款条文进行调查 至于死者的遗体则被送往医院解剖 以确定死亡原因 配合复苏大马经济发展计划 大马旅游局和国家基建公司携手合作 通过LRT Rapping平台和移动广告牌 积极推广马六甲的旅游业 并且放眼在年底之前 可以达到560万游客人次的目标 马六甲首席部长德西·苏莱曼透露 最近大马旅游局与国家基建公司 也携手合作通过LRT Rapping平台和移动广告牌 希望借此活动能够吸引来自国内各区的游客 他说凭借丰富的历史和人文景观 马六甲往年都会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旅游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然而今年的疫情导致马六甲旅游业不如往年热闹 因此该州政府积极打造马六甲市必去之地主题 推广马六甲为度假胜地 这项促销是通过大城堡轨线和安邦轨线 多达9个地区展示有关马六甲旅游景点的配套 并希望在今年内可以达到560万游客人次的目标 这些条件是因为疫情导致马六甲旅游客 新闻的区域马六甲旅游客 这个是一个比例的区域马六甲旅游客 这些是是一个区域马六甲旅游客 尤其是环境环境尸客 尤其是游客的区域马六甲旅游客 苏莱曼是在推广马六甲旅游业的宣传仪式上这样表示 这项促销活动将持续8个月 也就是从今年8月15号到明年2月15号 为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马国能 GSPACS私人有限公司和大马航空签署协议 在马航位于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四栋建筑物 安装绿色能源太阳能电池板 这项计划预计将在2021年4月完成 国能向媒体表示 通过这项协议 大马航空有望节省大约1500万令吉的电费 并且预计太阳能板的使用 能够抵消大约2022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这项计划下安装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 可以产生高达2.210兆瓦峰值功率的电能 预计每年大约可以每小时生产 2.86级瓦的绿色能源 财政部长登顾沙夫罗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因此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应该继续合作 以便采取各项应对措施 对此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 同意采取多边合作 以确保成员国的经济在疫情下 能够实现强劲和可持续性的复苏与发展 登顾沙夫罗认为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 是一个探讨亚太区域经济以及金融发展 与国际和区域社会经济课题的良好平台 他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卫生和经济体系构成威胁 因此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都必须采取各项措施 应对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冲击 登顾沙夫罗是在主持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时这么指出 会议结束后 财长会议代表也发出了部长集联合声明 列出亚太经合组织该如何透过财政以及金融措施来应对疫情 拯救各国的性命和人民收入 对此登顾沙夫罗表示 会议后发表的声明显示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区域合作精神 并期待所有成员国能够继续合作 为了协助低收入群体的妇女政府推出 伊加西爱新援助计划 受惠的妇女每年将可以获得政府发放480令吉的补贴 马六甲州首席部长德西苏莱曼宣布 州政府会额外再拨款54万令吉 以便让那些在这项计划下受益的马六甲州子民 能够获得更多补贴 结至主月15号 全国共有331,036名妇女在爱新援助计划 EKC登记下的家庭主妇公积金计划成功申请为受益者 并且每年可以获得政府发放480令吉的补贴 其中在马六甲州有多达8534人 已经成功注册成为这项计划的受益者之一 国际机场协会每年都会对全球各机场服务素质进行评估 吉达州福罗交易国际机场被临选为世界七大最佳机场之一 同时也度选机场服务品质卓越榜 这也是该机场连续第五年获选 大马机场集团首席执行员Dado Suki表示 目前航空业备受挑战 这项荣誉是一项鼓励 感谢乘客对福罗交易机场的肯定 他补充该集团将持续提升机场安全措施 让乘客重拾对航空业的信心 以及保障乘客安全 感谢乘客 在疫情期间行动范围受到限制 你会选择怎么度过呢 英国一名画家早前被困在迪拜 他趁机创作了一幅号称史上最大的画作 新闻的尾声我们一起到迪拜去看一看 我是刘振业感谢您收看这节怀新闻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